大家好,由于我个人精力有限,为了开启一个新的频道 不得不压缩制作视频的时间成本 所以从本期开始,我会使用AI配音的方式来制作视频 全新的小频道,我会在下一集公布给大家 想象一下,在家里惬意地听着潘长江老师的歌曲时 你不曾注意到,身旁的智能音箱上多出了一个小绿点 这一束激光来自窗外马路对面的另一栋建筑 这意味着,房间的灯、空调、空气净化器、扫地机器人 已经成为了对方控制的肉机 外面的车库门已经悄悄打开 接着手机和平板电脑在吸屏的状态下疯狂运作 不停地下载和删除不同的应用 磁盘里的资料库被不断地上载到一个不知名的云端 社交软件上的好友不停地接收着钓鱼的信息和邮件 等你反应过来时,你的所有信息已经被人收入囊中 这不是鬼故事现场,而是人类肉眼看不见的红外光 通过击溃一个智能音箱开始的一系列窃取情报的攻击 这是一项日本电气通信大学和美国密歇根大学科学家的研究成果 这么短的时间内,激光都干了些啥呢? 先用激光发个指令,把音量调铃 接着开始翘无声息控制一切的表演 明明是接收声波的设备,却把光波当成声波接收了 这是MEMS麦克风的一个重要弱点 而大部分手机和智能音箱全部是使用MEMS麦克风 只要用一种特定的频率去调整激光的强度 激光便会用同样的频率去干扰麦克风 让麦克风把光波解调成电信号 只要对准麦克风射出激光 麦克风就会像日常把声波转换成电信号一样接受指令 接着情报人员会对激光做调伏 MEM 让麦克风转出接近人类语音的信号 将命令Google Assistant打开车库门的指令 OK Google Open the garage door 嵌入激光中 打在智能音箱的麦克风上 智能音箱回了一句OK Open 接着车库门就开了 如果你不在家的话 又恰好使用的是智能门锁 他们不介意直接进入你的家中 只要成功进入了联网的设备 Google Assistant 亚马逊 Alexa 苹果 Siri 相连的机器 不管是智能的灯具 门锁 电器这些硬件设施 还是各种电商 支付 社交APP 都会神不知鬼不觉地被控制 试想一下 你有没有在外面 用别人的充电器充过电 或者有人邮寄一个 苹果原装的数据线或读卡器 作为参加某个活动的奖品 贪小便宜的你 贿乐此不疲地使用它们 让你扔掉你华强北生产的 大压力排充电线 开心地把苹果原装充电线 插上手机或电脑的一瞬间 只要你在联网状态 对方按一下按钮 你的手机和电脑 立刻会变成对方的肉机 它可以远在加利福尼亚 获取你手机电脑里的全部资料 就是这么简单 如果它们想的话 可以用你的手机来控制电灯 解锁汽车 甚至于控制交通灯理论上 都是没有问题的 如果它们获得了 你丢弃的任何智能设备 那就更加so easy了 譬如在垃圾桶里 找到了一个智能灯泡 Rob Simon取出了灯泡里的主板 上面的埃莫里芯片 记录了一切它们想要的信息 虽然都是加密的 但这对专业人士来说 一点也不难 它们很快提取了 灯泡里的所有信息 譬如用户名 密码 WiFi等信息 接着通过这些信息 进入了你家的网络 控制了你的电脑 和家里所有联网的摄像头 接着 你的一举一动 一言一行 都在它们的监视下进行着 它们可以进一步 通过植入木码和破解 IA浏览器的方式 获取你的所有社交账号信息 购物信息 邮箱信息等等 如入无人之境般地 获得它们想要的情报 当然 这一切都在你 毫无察觉的情况下进行着 这种小儿科的把戏 当然只是 CIA日常手段的冰山一角 它们更多的是 窃取专业领域的资料 这样当然不行 如何巧妙地 让那个苹果原装数据线 到你手上 而不引起怀疑 这里面有非常多的技巧 CIA最主要的信息搜集手段 就是通过社会工程学手段 进行渗透以获取信息 社会工程学鼻祖 黑客凯文 米特尼克在著作反欺骗的艺术中 曾提到 人为因素 才是安全最大的软肋 只要还有人参与到系统里 不管你的技术能力多强 都没有绝对的安全 一说 主要看攻守双方 谁的手段更加高超 很多企业 公司在信息安全上 投入大量的资金 最终导致数据泄漏的原因 不是系统本身安全级别不足 理论上 很多系统凭借技术 是无法直接攻克的 溃败往往是 发生在参与的人员本身 只要参与者是人类本身 就会回到现实生活中来 世界顶级的黑客 更多不是使用技术手段 而是融入生活获取情报 再找到一个小的突破口 击溃情报源的安全壁垒 通过一个用户名 一串数字 一串英文代码 就可以从这些基本线索出发 通过技术手段攻击木码盗取 加以筛选 整理 把你的所有个人情况信息 家庭状况 兴趣爱好 婚姻状况 成长轨迹 甚至网上留下的所有痕迹 全部掌握得一清二楚 我们来看看CIA首席伪装官 Jonah Mendez 介绍了哪些常用的伎俩 要翘无声息地融入别人的生活 基本功就是变装 一融就像洋葱 你的层次越多 就越容易隐藏在人海里 甚至变成一个截然不同的人 如果Jonah要到咖啡店 和某个线人碰面 或者需要靠近某人执行任务时 标准的流程是怎么做呢 第一种做法叫做轻伪装 譬如一顶假发 一个帽子 一些胡子 一个眼镜 一个物子 这些也许看起来并不复杂 但几乎相当于 获得了一个全新的身份 没有任何熟人 可以认出他来 Jonah还在做首席伪装 时任总统老布什 曾经饶有兴致地 让他现场用一个人皮面具 来演示他的伪装术 他们变装的逻辑 是与本人实际情况 造成严重冲突 让人们从联想中 与本人断开联系 譬如增加颧骨高度 垫高额头和鼻子 做各种各样的假牙 以改变人的脸型和外貌 姿态方面 有很多细节训练 以防止身份暴露 因为魔鬼往往藏在细节之中 例如去欧洲执行任务时 欧洲人习惯左手拿插 右手拿刀 不会向美国人左右手交替使用 切割的姿态也有不小的区别 美国男人习惯用前两手指加烟 欧洲人则习惯用大拇指和食指拿烟 美国人站立时的习惯 往往用一只脚做弯曲的支撑 而欧洲人常常是笔直的站立 并很少靠在墙上 如果在敏感场合有人发现 你是一个美国人 必然会引起警觉 不仅如此 很多细节都要面面俱到 譬如购买一套本地特色的服装 去便利店买一盒当地品牌的香烟放在身上 对于一个专业的特工和间谍来说 细节就等于安全 要成为一颗真正的洋葱 让人看不透你的内在 还需要一个更厉害的面具做掩护 人群 当发现自己被监视时 他们通常会把人群作为面具 踏出的每一步的距离 都是经过严格训练的 心里莫属着距离和时间 譬如衡量一个场景 切换到下一个场景有37秒的时间 他们再算好距离 时间和手中的资源时 就会在下一个出口 走出一个全新的角色 目的是让目标消失 原来这些电影里的桥段 就发生在现实中 当执行重大任务 或对方是受过专业训练的 反侦察人员时 轻伪装就显然是不够用的 这时要进行深度伪装 或者说完全易容 譬如使用这种人皮面具 再加上一些前面所述的 伪装技巧 他们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 避开有人脸识别功能的 联网设备 闭录电视和反侦察人员 制作这些人皮面具的团队 相当专业 供应商都是 极有能力的创新企业 即使面对面也很难察觉 更何况 这种任务 通常只需要穿梭在 人群里面四肩动 要想成功地捕捉到 他们绝非意识 试想一下 某天你新搬来的邻居 小萝莉乔碧罗 敲开了你的门 抛着媚眼对你说 哥哥 我的手机坏掉了 但我有一份PPT 要马上发给老板 可以借用一下你的手机吗 然后 在你手机插上了 他的小瓷盘 恭喜你 你已经成为了他的肉机 手机上的一切行为 都会在他的电脑上直播 他会如入无人之境般 搬走你手机电脑里的 所有资料 而你却浑然不知 这些不是电影 而是时时刻刻 发生在这个世界 每个角落的 阴暗小故事 美国有三个主要的情报机构 国家安全局 联邦调查局 和中央情报局 其中 中情局是负责全球范围内 与美国安全事务有关的情报机构 CIA当时美国总统杜鲁门 所签署的1947年国家安全法 经美国国会通过而成立 作为美国政府公开外交活动的 补充行动的方式 包括策反 宣传 心理战 破坏反破坏 颠覆 暗杀准军事行动 策动和援助叛乱等 除发动大规模的正式战争外 美国政府授权中情局 可以使用其他一切手段 历史上 这个臭名昭著的组织策划了 无数次颠覆行动 以支援资金和武器 搞乱其他国家的例子 数不胜数 但也有两次重大的滑铁卢 1980年 苏阿战争期间 训练圣战者 向所谓圣战者 提供大量美式先进武器弹药及资金 苏联解体后 圣战者的矛头转向美国 制造了史上著名的911事件 而第二次滑铁卢 就是类似于国安局 NSA棱进门斯诺登事件 甚至有过之无不及的 维基解密Vault 7事件 2017年 维基解密Wikileaks 发布了数千份文件 称这些文件涉及 CIA用以入侵智能手机 电脑乃至联网电视的尖端黑客工具 中文名为7号避难所武器库 一批令人震惊的尖端黑客软件 浮上了水面 连黑客大佬和信息安全专家 都嘖嘖称奇 表示大开眼界 已公布的工具 即就包括24个部分 由于功能都太过逆天 五花八门 因此我简单地介绍 其中几个的功能 大家感受一二 第一部分 零年级 最初公布了7818个网页 及943个附件的文件 只是文件集的一小部分 CIA资料的整个档案 由极航计算机代码构成 零年级是一个专门找到 并攻击系统漏洞的工具 它有多强呢 在找到漏洞的90天后 如果科技公司 还没有发现这个漏洞 CIA就会披露给软件公司 甚至指导他们 如何根据漏洞进行修复 也就是说 有90天的系统漏洞大门 向他们敞开着 第二部分 暗物质 揭露了CIA 几项攻击果子手机 和果子电脑的工具 在此之前 人们认为 果子的封闭系统安全性 是世界之罪 根本不可能会攻破 没错 在手机维修店里 确实是这样 但是 CIA可以通过一种叫做 声波螺丝刀恶意软件 绕过果子的密码固件 保护程序 顺利获得最高权限 进行监听和控制 果子也立即发布了声明 称 会始终致力于 捍卫消费者的隐私和安全 并会针对 以披露的漏洞 进行修复和升级 太感人了 有没有 啪 啪 我为你鼓掌 第三部分 大理石 包含CIA的 Marvel框架的 676个原代码文件 和一个去混淆器 来反转混淆效果 它用于混淆 或扰乱恶意软件代码 让反病毒公司 或调查人员 无法理解代码 或确定其来源 第四部分 乍猛 该框架为Microsoft Windows 操作系统的 针对性破解软件 都是针对的 用户量巨大 破解难度巨高的 科技巨头公司 有没有 这种级别的破解 其背后的科技团队 可见一般 其危害性 就不言而喻了 第五部分 封房 嵌入式开发分支 EDB程序 攻击HTTPS接口的公共域名 就是你平时上网要输入 www网址的那个万网 也称为监听站 LP和指挥与控制站 C2 第六部分 哭泣天使 由CIA和军情五处 共同开发的黑客工具 通过LP和C2 进入想要攻击的网络 控制电视的内置麦克风 和摄像头获取周围信息 再上传到中央情报局 第七部分 涂鸦 控制和读取Microsoft Office文档 甚至可以进行 悄无声息的编辑 第八部分 阿基米德 代号为Falcrum的病毒 将局域网 LAN Web浏览器会画 从目标计算机 通过由CIA控制的计算机 重订向 然后再将会画录 有给用户 第九部分 后半页和暗杀者 伪装成DLL文件 在用户计算机 重新启动时执行 触发CIA命令 和控制C2计算机的连接 从中下载各种模块 以及运行 执行一系列任务 收集用户数据 然后定期将用户数据 发送到CIA监听站 LP 匿名隐藏 并在指定的时间 自动卸载 第十部分 雅典娜 劫持Windows的远程访问服务 劫持Windows Dinscatchi服务 利用持久性DLL文件 创建后门 与CIA的LP通信 窃取私人数据 然后将其发送到CIA服务器 或删除目标计算机上的 私人数据 运行特定的命令和控制 第十一部分 大流行 感染具有 共享文件夹的 Windows机器 真听服务器消息快流量 同时检测来自本地网络上 其他计算机的下载尝试 另外还有十三种 我就不一一介绍了 这些工具集 可以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 进入Windows 果子 思科服务器 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 智能手机的消息服务 车辆的控制系统等等 虽然已经披露了五年之久 但还是有些 细思疾恐呀 你真的有办法防御这些 无孔不入的监听和窃取吗 我看了网上很多相关的介绍 连信息安全专家都称 要开发这种级别的软件工具库 需要大量尖端的科学家 技术精英进行支持 其系统之完善 涵盖的方面之广泛 绝不是一两个世界顶尖黑客 就可以做得到的 所以增加您的信息 安全意识吧 兄弟们 要是哪一天 他们来盗走我们的支付密码 就不太好了 毕竟这六位数的密码 保护着我四位数的存款呢